Hello,大家好,我是阿炒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茄子非常好吃的做法 这样做出来的茄子鲜嫩好吃 也特别的入味 比饭店里面做的还要好吃 主要是自己在家做的干净又卫生 而且做法简单易学 是一道简单的家常做法 下面就跟着我的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 我是怎样制作的吧 首先我们要准备四个新鲜的茄子 这种茄子是本地茄子 用本地茄子做出来非常的鲜嫩 我们先把茄子的外皮削掉不要 不过现在的茄子也非常的便宜 我们这里才一块二毛钱一斤 四个茄子发了一块八毛钱 茄子的外皮削掉之后 我们再把根部切掉一点 因为它的根部比较老也不好吃 茄子全部切好之后放到一个大点的网中 我们要将茄子给它清洗一下 因为茄子营养丰富 是我们餐桌上最喜欢吃的一道菜 好多人炒茄子的时候它是不削皮的 其实茄子削了皮之后才更好吃 茄子全部清洗干净之后放到案板上 然后把茄子切成厚片 片大概切成两公分的厚片就可以了 再改刀把它切成条 也不要切得太厚 也把它切成两公分 这样做出来的茄子才最好吃 茄子全部切好之后 倒入大点的网中 然后加入一点白醋 加了白醋能防止氧化变黑 然后下手给它浸泡一下 把茄子的麻味给它浸泡掉 因为茄子它会浮起来 我们找一个碟子 将茄子给它按压下去 然后先放一旁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块瘦肉 把瘦肉切成薄片 切好之后再改刀切成入丝 入丝我们要切细一点 不要切得太粗 入丝切好之后再改刀切成入末 入末切得越碎越好 炒出来越香 入末切好之后 倒入网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切点大蒜子 把大蒜子切成蒜粒 这样吃起来才有颗粒感 蒜粒切好之后 倒入网中备用 准备一块去了皮的生姜 切成薄片 然后改刀切成姜末 切好之后和蒜末放在一起 再准备几个小米椒 把它切成小段 如果不喜欢吃辣的 也可以不放 小米椒切好之后 和蒜末放在一起 准备两个青椒 把辣椒粑切掉不要 然后将它破开 把里面的辣椒籽将它取出来 取出来以后切成小段 然后改刀切成丝 因为青椒适应来配颜色的 所以我们只要准备两个就可以了 青椒丝切好之后 倒入网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个小碗 调个料汁 一小勺适应盐 一小勺白糖 少量的鸡精 加点五香粉或者是胡椒粉 一勺蚝油提鲜 再加入一勺生抽酱油 加入一小勺玉米淀粉 再倒满一小碗清水 然后用勺子将它搅拌一下 搅拌均匀 提前调个料汁是为了节省炒菜的时间 搅拌均匀之后 先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我们的茄子也浸泡好了 用手简单的给它清洗一下 清洗完之后 碰水拿出来 放到竹框里面 接下来起锅不要放油 把茄子放入锅中 茄子加进来之后 加入一点食用盐 加点食用盐 能促进茄子的水分 快速的中发 然后快速的将它翻炒均匀 朋友们 视频你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动动您发费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呗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提前把茄子的水分给它炒干 炒成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倒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在起锅加入少量的适应油 油热之后把肉末放入锅中翻炒 我们先把肉末炒熟炒香 把肉末炒至变色 所以这一步也非常的重要 这里大概翻炒一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肉末炒香之后 把姜蒜末小米辣全部放入锅中 继续开大火 快速的翻炒均匀 炒出蒜香味和辣味 全部炒香之后 我们把茄子也加进来 茄子加进来之后 一定要开大火翻炒 这样炒出来的茄子才比较入味 用大火炒出来的茄子才好吃 所以我们要快速的翻炒均匀 茄子炒香之后 把调好的料汁也加进来 把青椒丝也加进来 继续开大火 快速的翻炒均匀 把青椒丝炒至断生 大概炒个30秒左右就差不多了 哇真的是太香了 翻炒均匀之后 把葱段也加进来 开大火 快速的将它翻炒均匀 差不多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炒出来的茄子鲜香美味 然后将它装入盘中 我们就可以开吃了 这样做出来的茄子鲜嫩又好吃 主要是做法还非常的简单 只要你掌握了这个技巧 让你在家也做出饭店的味道 这样炒出来的茄子 大人小孩都特别爱吃 如果大家也喜欢这个做法 可以收餐起来试一下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留言哦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